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萨姆尔记》上第31章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 菲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雅比拿达,麦基书亚,士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离的人来刺我,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 都一同死亡 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 非利式人便来住在其中 次日,非利式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 就割下他的手机,拨了他的军装 打发人到非利式地的四镜 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塔路庙里 将他的尸身钉在波山的城墙上 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式人向扫罗所行的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 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 从波山城墙上取下来 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 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 就近十七日 《撒末尔记》下第一章 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 在喜格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 衣服撕裂,投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釜地叩拜 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 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 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大卫系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 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 看见扫罗扶在自己枪上 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 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 我说,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 我说,我是亚玛利人 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 因为痛苦抓住我 我的生命尚存 我准知他扑倒壁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 闭上的镯子 拿到我主这里 大卫就撕裂衣服 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 而且悲哭哭嚎 近时到晚上 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耶和华的民 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 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 大卫说,你身手杀害耶和华的受告者 怎么不畏惧呢?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 说,你去杀他吧 大卫对他说 你留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 我杀了耶和华的受告者 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大卫做哀歌 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 这歌名叫《公歌》 写在亚撒尔书上 歌中说 以色列,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何净死亡 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 免得菲利士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受割离之人的女子金花 吉利波山啊 愿你那里没有雨露 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贡物 因为英雄的盾牌 在那里被乌丢弃 扫罗的盾牌 仿佛未曾抹油 约拿丹的弓箭 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 扫罗的刀剑 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 扫罗和约拿丹 活时相悦相爱 死时也不分离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以色列的女子啊 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珠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英雄何静在镇上扑倒 约拿丹何静在山上被杀 我兄约拿丹啊 我为你悲伤 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 过于妇女的爱情 英雄何静扑倒 占据何静面目 我们今天来看 上马尔记上三十一章 跟上马尔记下第一章 那上马尔记上三十一章呢 我们看到扫罗跟他三个儿子 包括约拿丹在内 都被非力士人杀害 那上马尔记下第一章 扫罗死了之后 大卫就为扫罗做哀歌 那从这个哀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怎么样看两种人 第一个他怎么看待敌人 因为扫罗是一直要追杀他 置他于死地的 那第二个就是大卫 怎么样看待 神国中堕落跟失败的领袖 一到七节我们看到 在基利坡 约拿丹被非力士人杀害 那扫罗呢 他是重伤 那他就自己扶在刀上 然后就死了 第七节我们看到扫罗死了之后 以色列人怎么样就逃跑 因为扫罗跟他的儿子都死了 他们就全都弃城逃跑 第八节我们看到 非力士人就来剥那些被杀的人的衣服 然后就看到扫罗跟他三个儿子 都扑倒在基利坡山 第九节他们就割下他的手机 剥了他的军装 然后打发人 到非力士帝的四镜 报信于他们的庙里的偶像跟众名 接着他们就把扫罗的军装 放在亚斯塔路的庙里 将他的师生定在伯山的城墙上 亚斯塔路是迦南人掌管战争跟生育的女神 那扫罗的师生把他定在伯山的城墙 是因为这个城墙是预高临下 可以这样子来看耶稣列的平原 所以他们为了要展示他们的胜利 就把扫罗示众放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 大家都看得到 那在这个时候呢 十一节到十三节 基列亚比的居民看到非力士人 对扫罗所行的事 他们的勇士就起身 将扫罗跟他儿子的师生 都从伯山城墙上面取下来 然后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 基列亚比是跟扫罗变亚明珠 所以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扫罗曾经拯救过这里的居民 所以现在他们也冒险 抢救扫罗跟他种植的遗体 那他们拿到遗体之后就把它烧了 你要知道火葬 并不是以色列人当中 旁见的一种做法 那他们会把它用火烧了来火葬 可能是因为扫罗的师生 都已经被破坏了 在这里神借着基列坡资产 让百姓看到了 你要一个王 以人为王的结局是什么 就好像神也让大卫去经历洗格拉 洗格拉你人看的是最安全 最保障的地方 只有他遇到亚玛丽人的喜结 所以你知道神常常也要让我们经历 一个基利坡的彻底失败 以至于我们对于人不再会有幻想 同时我们也需要经历洗格拉 那个安乐窝才知道 我们所看的安乐窝不是最安乐的 只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保护 是最好的倚靠 就是专心的跟随神 接着我们进入到 撒马尔记下第一章 第一节就说到扫罗死后 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 在洗格拉住了两天 所以扫罗的死跟洗格拉的被打劫 几乎是同时发生 扫罗的死亡等于是大卫做亡的一个开始 我们看到君王的改变 也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了 所以撒马尔记下是从大卫做亡开始 一直到大卫预备材料建造圣殿为结束 那在神的计划里面 大卫一生有两个使命 第一个是做亡 借着国度来恢复神在地上的权柄 那第二个呢 就是预备建造圣殿 借着圣殿来恢复神在地上 所配得的一个敬拜 第二节到第十节 我们就看到亚玛利人 想要利用杀死扫罗这件事 从大卫那里要得到奖赏 他为了得到这个奖赏 第十节他就杀这个谎 我准之他扑倒壁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 跟背上的镯子都拿到我主这里来 头上的冠冕跟他背上的镯子 都是君王身份的象征 这个亚玛利人呢 用这些物品当作 今天扫罗是我杀的的一个证据 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时间 你要知道从北方的吉利坡山到南方的喜格拉 大概有170公里 所以需要走四天的时间 那这个报信的少年人 在大卫回到喜格拉之后的第三天到达 所以你就知道说当大卫在打败亚玛利人的那一天 就是扫罗战败的那一天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反差 同样一天的时间 大卫从亚玛利人那边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全都夺回来 没有一个失落的 而且他还得到更丰富 因为还得到一些亚玛利人的掳物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 亚玛利人却取下了扫罗的头上的冠冕 跟背上的镯子 拿走了他的荣耀 同样都是亚玛利人 大卫得胜的同时 其实他自己不知道 在那一边扫罗战败 也就是大卫要开始进入到他 真正的呼召命定 就是做以色列的王 但是亚玛利人没有料到一件事 就是大卫多么的敬畏神 所以第十四节 大卫说 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所以大卫就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 去把他杀了 把这个亚玛利人杀了 接着十七节大卫就做了一首哀歌 来调扫罗和他的儿子 而且还要吩咐将这个歌教导犹大人 也就是他要叫犹大人 也要唱他写的这首歌 大卫在这首歌里面写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称颂扫罗 你要知道 大卫并没有忘记扫罗所做的 否则的话 他现在人不会再洗割了 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写这个歌的时候 他要强调 扫罗跟他的儿子们 他们在神眼中的那个尊贵的身份 专注于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有的 而不是专注于 你今天怎么样杀害我 你今天多么的诡诈 你今天多么的凶恶 多么的不义 他不想专注在这些不好的事情 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大卫要讲扫罗的不好 他是最有理由可以站出来讲的那个人 但是你看十九节 他说以色列啊 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合尽死亡 他说不要再加这个报告 也不要再加时机轮 街上传扬 免得非利式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受割礼 之人的女子惊夸 所以你看大卫想的都是 神的名跟神的国 他不要这些消息 在非利式当中传开 免得神的名被羞辱 亲爱的家人 这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 有的时候 我们因着一点点私人恩怨 我们就去攻击 就去传讲 甚至于传到外邦人的当中 我们不在乎神的名被羞辱 我们只专注于我们个人的伤害 第十九节我们看到 虽然扫罗追杀了大卫十多年 但是大卫仍然追他为 以色列的尊荣者 而且四次称赞他是大英雄 十九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四次 他称赞扫罗为大英雄 基利坡山是扫罗战死的地方 大卫因着这样子还做了一个祷告 愿你那里没有语录 愿你田里无土产可作公物 结果你知道吗 扫罗跟种子所扑倒的北岭 至今都是不毛之地 应验了大卫的咒诅 二十一节也形容到扫罗的盾牌未曾抹油 你知道古代以色列木制的盾牌外面 他都是有绑一个皮革 所以使用后通常都要抹油来维护 那他说未曾抹油的意思就是都已经被丢弃了 二三节我们看到大卫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 就把扫罗我要给你踩在脚底下 他而是诉说他们父子的英勇 还有他们的情声 一直不断的思想 他们被神建立 而且被神使用 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这里看到 大卫那个敬畏神的心 即使扫罗死了 他都不敢去论断扫罗 今天只有神自己可以审判他的受高者 所以二十六二十七节他继续纪念他最爱的他的兄弟 约拿丹 他说我为你悲伤 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发的爱情 奇妙非常 与妇女的爱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彼此愿意为对方死的一个猛约 是一个舍己的爱 老早就超越了妇女之间的那样子的一个爱 所以二十七节他说 英雄合径扑倒 占据合径面墨 在这里大卫真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扫罗死了 他本该可以很高兴了 逃亡这么多年 真的是大解放 你都可以真的可以开party 但是他被扫罗追杀了十多年 他没有高兴 也没有故意要趁机抹黑 也没有要揭露他的短处 而是为了扫罗的死 他在那里痛哭 他做了这个哀歌 今天扫罗死了 但是大卫完完全全没有碰 耶和华的受告者 不只是这样子 他也忘了他自己个人的恩怨 他心中所想的只有神的荣耀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生命就已经成熟到 可以坐上王位了 这首哀歌其实就是一个葬礼的诗歌 那他不只是把它写出来而已 他要让犹大都去学 整个犹大支派都要去学这首诗歌 为什么 因为他要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 都要这样子去看扫罗 他说我不要我们当中任何人 包括我们的下一代 在国家最困难的的时候 用这种敌对 这种仇视的思想来看扫罗 他说的确几确扫罗是有犯错 但是我要大家用神的眼光来看他 用救赎的眼光来看他 看到神更大的心意 亲爱的家人大卫真的很有智慧 他不只是写这个诗歌 要全所有的犹大支派都去传上 他等于把这样一个尊重领袖 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 这样子一个尊荣文化 讨神喜悦的价值观 真的把他深深的根植 在他所带领的人的里面 亲爱的家人 我相信这首爱歌会在圣经里面 也是神要我们效法大卫所做的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见证 大家一定还记得 Jimmy Swigert 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步道家 他大概有像Billy Grant这么有名 在70到80年代 在他跌倒的时候 很多信主人当时就落井下石 说的时候都是用一个很奇怪的态度去批评他 在那个时候 有一次Bob Jones就分享 他说神在梦里面造访他 然后跟他说 你为什么好像觉得无所谓呢 这样子大的一个事工跌倒 那整个新闻都在批评他这个 批评他那个 Bob Jones说 其实神是在责怪他 他说 Jimmy 他也是我的儿子 他为神的国度多年与敌人打仗 是的 他现在是跌倒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的心里面其实是哀伤的 我爱这个人 他也是我的仆人 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来看他呢 大卫的反应 对我们就像一个实蕊世子 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一天都可以花时间在神的面前 我们扪心自问 你生命中的扫罗 或者是基督身体当中那些跌倒的领袖 你是怎么样去看他们的 你生命中的扫罗 你是不是里面还是有那个苦毒不满 甚至于愤怒所带来的幸灾乐祸 或者是觉得说 哇 他的结局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会开始说 开始批评 那对于基督身体当中那些跌倒的领袖 你是怎么样去反应呢 我有时候看到那些YouTuber 基督徒 每天都在谈论 然后还要去访问他的同工 还要去访问受害者 然后觉得自己是在为正义发生 我在为大家发掘真相 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都不懂神的心 大卫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他一句批评扫罗的话都不出口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不要让非利式的妇女在那边耻笑 一定要记住神跟Bob Jones讲的 是的 他是跌倒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有多哀伤 你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 因着哀伤而进到一个祷告里面 却是要这样去谈论 甚至于 我现在看到有的人在YouTube上面 在Social Media上面 这样子去谈论 去谈论跟批评一些的事工 我真的是心里面很难过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 你知道他最后是被黑人暗杀的 但是在南美战争结束 北边打赢了之后 他立法就对南方 其实是他的敌人 非常的仁慈跟慷慨 他说我们不是要拆毁他们 我们是要再一次embrace 把他们拥抱进来 拥抱进这个国家的里面 那他很多同僚都说 那是应该付上代价 你知道战争是一定有死亡的嘛 所以他们是要需要付代价的 但是他说不可以 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看到 这个国家被医治 所以林肯总统 他其实设置了很多的平台 让人可以享有平安跟安全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冲突跟暴力 因为林肯总统所做的 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一个合一的美国 接着我们会看到 大卫在第一章所做的 他接着用同样的方式 对待扫罗的家人跟边亚民族 以至于他使着 以色列这个国家得到医治 整个伤痕得到愈合 成为一个合一统一的国家 亲爱的家人 我看到一句话还蛮让我发人深心的 他说就算你消灭了你的敌人 你也不能补偿失去的朋友 是的我们里面的天然人 我们会常常想要为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所爱的人 要去伸张正义 我们觉得我们要成为 那个伸张正义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所伸张的正义 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会造成民族之间的分裂 或甚至于造成神的国受羞辱 我觉得神今天在问我们 愿不愿意放下我们里面的苦毒 愿不愿意放下我们个人的恩怨 以至于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 是带来一个医治 带来一个合一 亲爱的家人 你所吃的亏 你所受的冤 我们读到现在 你会看到 真的神都会做 我们只要持续的相信他 持续的顺服他 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 亚度兰动的日子 真的有结束的一天 我们的神不只是慈爱的神 不只是信实的神 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有没有这样一个扫罗的人物 在你的里面 我相信神在问我们 你愿意放下吗 你愿意为了这个家的合一而放下吗 你愿意为了教会的合一而放下吗 你愿意为了神的国的荣耀而放下吗 甚至于大道 你愿不愿意为了国家的合一 民族之间的合一 我们真的放下我们对别人的 恒见跟那个恶意 而让我们所说所做的 不像神一样 可以带来医治 而不是带来彩毁 这是为什么神称大卫为一个 和我心意的人 我相信我们只要愿意 神会给我们力量的 让我们一直做大卫所做的 也和大卫一样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阿们 亲爱的BibleRace观众家人朋友们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 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 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施购 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 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 为神的孤独效力 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 线上奉献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 感谢您观看与支持 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愿上帝祝福您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留言 分享